果子剑,四叶房间内,寻瞻坐在手座上, 身旁摆满了考卷,密密麻麻的,几乎堆积成了一座小山。 寻瞻一边批阅考卷,一边骂道,这是谁写的? 心学,心学,狗屁心学。 虽说君子不期爱事,但此时自己的房间内四下无人, 心情极差的寻瞻倒是可以放开了骂骂咧咧。 寻瞻原本想借助这一次招待安南, 战成的相关来时,给自己捞点功劳, 却没想到变故秃生,三方人身份全是假的。 寻瞻被卷入了漩涡之中, 而他的靠山安主,礼部左侍郎网警涉于压力, 也没有阻止此事发生,任由事态扩大, 也没有出手相助,这是牺牲了他的仕途。 寻瞻气急败坏,恨不得将选择捅开丑闻, 而不是捂盖子的将心火活丝了。 此时,看到支持将心火心学的考卷, 自然统统予以废除。 他拿起一张试卷,看了看,又扔回去,继续批阅。 真是胡闹,竟然提倡什么实验格物, 简直是荒谬至极,若是放到以前,定要治罪。 一连扔掉好几张试卷,寻瞻终于抬起头来, 揉了揉太阳穴。 算了,今日到此为止。 就在此时,门外传来敲门声音, 思业大人,祭酒大人来了。 嗯,请。 寻瞻整理仪容,恢复平静。 片刻之后,一名身穿飞袍的儒雅中年官员走了进来, 此人正是刚刚从内阁调到国子舰升任祭酒的胡言。 在将心火出狱之前的那次关于变法的大讨论中, 内阁众人里,评诉沉默寡言的胡言表现得尤为出彩, 得了永乐地的关注, 考虑到胡言过去的任职经历和他偏大的年龄, 在这次统一的官员人事调整理, 给他升了职位,放到了最适合的教育岗位。 这便是因为红武21年,胡言在南京参加会试, 重赋榜后受职华庭县教育时, 表现出了优秀的学官素质。 在华庭县教育的岗位上胡言已适道自认, 劝勉诸生,务实学习,必行节约,改变, 鄂华庭浮迷的学风除此之外, 胡言还每日亲自给诸生讲授, 常常讲到半夜, 即使是严冬酷暑也不停止, 当地的学生对他都很敬重。 胡言进入屋内, 目光扫过寻瞻扔掉的一堆试卷。 胡言他虽然是祭酒, 但现在永乐朝的国子监祭酒跟红武朝肯定不是一回事, 要知道, 当初红武朝的国子监祭酒宋乐娜可是老朱最支持的魔鬼校长, 定下的尖规非常苛刻, 里面包括不穿校服要被痛绝打逐臂, 上厕所不带证明去厕所的入镜牌要被痛绝, 晚上宿舍里说话也要被痛绝。 国子监有一个集签册, 专记奸生的违规行为, 奸生违规出饭不计, 再犯痛绝竹B5下, 三犯痛绝竹B10下, 第四次违规的惩罚基本是账100, 发去云南冲军, 当时每个月都有几个奸生受不了自已的。 胡言刚刚道任, 人头都没怎么认熟, 本人又是个纯纯然的父子, 而非宋梦那种让剑生们嫌屈于正的严酷冷立的执行者, 在国子监里威权并未树立, 更别提插手六听六堂的教育事务了。 见过季九大人, 寻瞻拱了拱手, 脸色平静, 只是看向胡言那有些耀眼的飞袍, 再看看自己从红色变成蓝色的官袍, 心里还是不是滋味。 寻瞻与内阁的杨蓉, 金幼姿同辈, 但与胡言之间隔着十多岁, 基本没怎么接触过, 加之被贬官了心情不好, 因此寻瞻此时对胡言也说不上有多热气。 寻思叶, 你这里怎么乱糟糟的? 胡言问道, 这是博士厅今日新送来的考卷。 国子鉴目前有六厅, 除了刚刚建立的科学厅以外, 便是之前提到过负责刑罚的绳签厅类似训导处, 以及由负责文书和财务管理的点部厅综合处, 负责十堂的掌传厅, 负责图书馆的点级厅。 至于六堂, 则是类似于不同的年级, 分为三级, 初级班为三堂, 分别名为正义, 重置, 广业三堂, 中级班为二堂, 修道, 诚新二堂, 高级班只有率性一堂。 国子鉴会根据学生的学识深浅, 将其编在不同的三级六堂, 低级堂的学生要升高级堂, 就要以积分制升级, 即通过考试累计学分的方式, 决定学生能否升级或毕业。 给我看看。 寻瞻拿起桌面上的试卷递了过去, 眼角扫视着狐眼, 心中暗暗猜测对方找自己合适。 嗯, 狐眼接过试卷, 打开看了看, 眉毛微醋, 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啪哒, 试卷落在暗上。 记久这是何一? 寻瞻颇为不悦地问道, 这些都是你自己理定的吗? 狐眼质问, 这些答案都是学生自行所做, 我不过是依照四书张具集注来探罢了。 寻瞻皱眉, 隐约感觉到了什么, 莫非有哪里不合规矩? 规矩。 狐眼反问, 今天的规矩还是昨天的规矩? 寻瞻心中猛地一颤, 记久大人的意思是, 你判的这些试卷不合规矩。 狐眼拂袖道, 你可知道, 今天陛下已经召集群臣议论, 要整肃国子剑学风, 从学规管理, 教材范围, 都学检查, 教官职责, 学校考试标准等等方面, 都下了大功夫, 重查国子剑弊端, 彻底杜绝荒息之风。 你现在这般判, 岂不是要让我等万劫不复? 什么? 这个消息让寻瞻愣在了原地, 而且, 博士厅那么多的博士, 助教, 学正, 学路, 探卷这种事情, 又何时轮到你这思业来亲力亲为? 太难听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你自己也好自为之吧。 胡言转身离开, 留下寻瞻正正站立, 他脑袋嗡嗡作响, 浑身冰凉, 凉久, 寻瞻才咬牙切齿, 这件事情肯定是江星火难的混账弄出来的, 他是故意陷害我, 把我贬到了国子剑还不够, 还想彻底毁了我的前程, 他这种卑鄙小人, 该死, 他双拳紧握, 额头青筋暴涨, 双眸布满血丝, 仿佛一头随时可能失控的野兽, 来人, 身边从会同馆带过来的小丽依言推门而进, 寻瞻在他耳边复耳吩咐了几个人名, 小丽点点头离去, 国子剑的气氛越来越压抑, 不少人私底下窃窃私语, 议论无非都是对国子剑新规的指摘, 事实上, 没人愿意让国子剑的氛围回到恐怖的红武时期, 国子剑生员们对于制度的反抗, 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红武十八年, 宋娜的严厉管教与恐怖尖规的执行, 导致剑生和学官都深有怨言, 在连续饿死了几名剑生和学官以后, 当时颇有文明的年轻学路金文征串联了另外两名学路田字珍和何操, 打算把宋娜赶下台, 为此, 他们找到了同为国子剑同僚, 但是是吏不上书于系老师的老学证陈前夫, 商量让于系主管的吏不, 按照75岁制式的正当理由, 让宋娜离开祭酒的位置, 若一切奏效的话, 剑生不用再受严厉的祭酒管束, 也让管理国子剑的学官承担的管理与教学的重担减轻一些, 可惜, 东窗事发后, 身为天官的吏不上书于系直接被老猪干掉了, 从那以后, 国子剑就没消停过, 学官和剑生的串联秘密活动此起彼伏, 最著名的莫过于被老猪把脑袋吊在旗杆上的赵林, 便是所谓奸生赵林天匿名必报, 以诽谤师长扶诸, 命职常甘于监前销令示众, 太祖高皇帝于国子剑颁布赵林诽谤榜册和景于辅教二路, 不过相比这些陈年往事, 最近的事情却显得有些诡异了, 新的匿名必报出现了, 不仅如此, 这个消息似乎被有新人传扬开来, 消息传播速度极快, 由于是在国子剑内部公然发布, 很快引来大批学官, 剑升的围观, 这件事怎么看怎么蹊跷, 如果说这背后没人暗中推波助澜, 怕事并无人相信, 嘘, 小点声, 这是咱们别瞎说, 听到耳边传来各种议论纷纷, 曾经参加过太平街论道, 已经从八品博士调到外地, 又转任一圈, 回来升任国子剑尖程王允绳, 面色有些难看, 凑什么热闹, 都散了, 奸程执掌绳千厅, 对声员们的威慑力还是蛮大的, 聚集在匿名必报旁边的声员, 学官们纷纷散去, 王允绳皱紧眉头, 转头望向身旁的范围星, 低声问, 小范, 你可听到了什么风声? 作为科学格物论支持者, 带领同学成功试制出 国子剑第一个热气球的范围星, 眼下在国子剑里已经颇有影响力, 但他却并未收到任何风声, 见范围星摇头, 王允绳伸手欲撕, 但还是放下了手, 还是等忌久和撕业来再做决断吧, 我虽然不知道, 不过, 既然敢公然发表匿名被告, 必定是有恃无恐, 有人发布了这样一则反对国子剑新规的匿名被告, 一方面是给国子剑新规施加压力, 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了引起舆论关注, 让整个南京乃至江南士林的人都知晓, 此举的目的很明确, 他就是想通过舆论的力量, 逼迫某些人改变原本的决策, 这一步走得极妙, 若是眼下不退让, 坚持新规的推行, 那么深受洪武救治之苦的国子剑建生乃至学官们, 在集体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 定然会在随着孔西路出山, 而已经形成风潮的反变法舆论里出一份力, 若是眼下退让, 那么这变法违新, 连国子剑的规矩都变不成, 岂不是一笑天下, 至于刚刚吊人季九的胡言, 则更难办, 你胡言是既九又如何? 你敢真的跟全体奸生, 学官作对吗? 可若是不执行朝廷的新规, 作为主官, 可是要直接面临丢官去职的压力的, 胡言若是主动或被动辞官, 谁能升上来? 不管怎样, 这些都足够让胡言喝一壶了。 胡言是一个谨慎的人, 他不希望因为一件小事, 而闹出什么风浪。 所以, 尽管新官上任, 手头对了一堆事情了, 他还是提着官袍下摆, 匆匆忙忙地跑到了北门口, 远远地就看见了那张写满了自己的纸粘在墙壁上。 胡言走过去, 凝视了片刻, 呼得叹了口气, 罢了, 既然有人要闹, 那就交给上面处理吧。 他找了个房间, 挥笔沾默写下一篇文书, 然后叫来了一个书丽, 交代道, 你即刻将这份文书送到总裁变法事务衙门。 书丽应诺, 将这份文书放进袋子里, 快马送去。 胡言站在北门, 望着远处渐渐引入街角的书丽, 脸上浮现出淡淡无奈之色, 这是你们旧游自取。 他缓缓迈不离开, 却没有发觉在距离他树杖之遥的窗缝里, 一双沉静的目光正盯着他。 国子监里的匿名必报, 恍若一旦激起千层浪, 南京城内某处宅底, 这座大宅建在偏僻处, 有甲山、流水、平台、楼阁, 破具匠心巧妙, 只是如今已经破败凋敝, 大门除了一块巨大匾额之外, 就是一扇紧闭的木制门户, 连个门槛都没有了, 看上去颇为萧条凄凉。 但在这座破败的大宅内, 依旧有几间房舍保存完好, 其中有一间屋子里, 两名穿着灰色如服的男子, 正坐在桌案之后, 神色凝重地翻阅手中一封密函, 你说,这事情是谁梦出来的? 左侧的男子将信纸折叠好, 递给右侧的男子问道, 应该不是寻常的国子健身员, 右侧的男子沉吟道, 毕竟他们只是读书人, 应该不懂得如何拿捏时机, 倒像是官员, 借着舆论的力量, 想达成自己的目的。 左侧男子点头称赞, 又疑惑道, 那他或者他们又是谁呢? 右侧男子迟疑了一会儿, 猜道, 这就很值得玩味了, 这些家伙这时候横插一脚, 究竟想干什么? 会不会破坏我们的计划? 不会, 正好可以试探一下江星火的反应。 左边的男子文言也觉得有理, 于是他收起密函, 对右侧男子笑着说道, 既然还有几个还没回复消息, 那咱们也别等了, 先做自己的事吧。 右侧男子汉手道, 嗯, 我已经派人联系到了一个人, 你猜江星火会怎么反应? 我猜他能沉得住气, 毕竟孔熙路就要进京了。 出乎胡言等人意料的是, 总裁变法事务衙门 并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一日, 天光微亮, 一辆马车行驶在关路之上, 赶车的车夫和坐在车厢边缘的小丝, 此刻都显得格外警惕, 因为他们刚从江南乡下过来, 而眼前正是南京城最繁华热闹的大街。 虽然现在是清早, 但街道上已经有三轿九流聚集, 赶车的车夫是知道附近的规矩, 所以特意绕远道而行, 避免与当地人接触, 更加不能被市警理轻疲混混惹上, 否则要是发生什么冲突, 他一个人可扛不住。 但即便如此, 他也仍是感受到了周围的气氛变化, 原本熙攘繁华的街道, 此刻似乎有些冷清, 偶尔有一两只伤队行走, 都是匆匆忙忙, 似乎有急事要赶路。 这! 车夫心头有些疑虑, 忍不住向小丝投去询问的目光。 小丝见状立刻低声道, 老爷吩咐过了, 让咱们小心谨慎一些, 所以你尽管放慢速度, 咱们不要招惹麻烦。 赶车的车夫听了这话, 这才松了口气, 不急就好。 车厢里的人, 透过窗户看着外面逐渐热闹喧嚣起来的街景, 心中不禁生起些许期待之感。 终于, 马车抵达一栋占地广阔的建筑物前。 老爷, 到了! 赶车的车夫恭敬地禀报道, 国子间门口, 乌泱泱的人群静静地等待着孔西路的到来。 孔西路没有官职在身, 乃是一介白身, 所以理论上并不需要像北孔的衍圣宫那样, 进入京城必须先觐见皇帝, 而是只要有官府的路影, 那便是想去哪就去啊。 各自较矮或是身处后排的众人纷纷努力将脑袋探出来, 神色激动又充满虔诚的模样, 一双靴子从车夫放下的矮凳上迈不下来, 然后停留在国子间门口的土地上。 一名身穿如袍的老者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他的年纪比较大, 头发略白, 脸庞却很饱满红润, 脊背挺直, 声音洪亮有力。 朱军久后了, 孔熙鹿笑容灿烂地朝众人拱了拱手, 然后与胡眼寻瞻攀谈了片刻, 目光越过, 已经挂了好多年照领脑袋的旗杆, 率先走进国子间。 他身旁的是同连忙紧跟着, 而后面的声员们自觉拍成长龙, 缓缓跟在身后。 果真是风度翩翩啊, 不愧是南孔传人。 听说今日这位海内大儒要为我们讲解论语, 众人望着前方孔熙鹿的背影, 眼眸中闪烁着浓浓崇拜的火焰, 仿佛在看一件西式珍宝, 而非学识渊博的学术大佬。 而且, 众人的议论声音压制得很低, 丝毫不敢喧哗。 毕竟, 国子间乃是重地, 也有禁止大声喧哗的条例, 平时没什么, 但如今特殊时期, 他们这些人若是吵嚷喧哗, 被人抓了典型, 绝对会吃不了兜着走。 但不知为何, 长长的队伍却忽然停了。 原来是孔熙鹿, 驻足在了一块石碑前。 这是朱元璋在赵林事件后, 扮行了赵林诽谤册, 和景余辅教两本册子还不够, 还亲自召集全体健身训话, 然后把讲话搞刻在了这座石碑上。 老朱都是大白话, 但尾时是听着就能起到警示作用。 那学生每听着, 先前那宋乐做祭酒啊, 学规好声严肃, 秀才每寻规蹈矩, 都肯向学, 所以教出来的各个中用, 朝廷好声得人, 纪念着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啊, 他每都怀着一心, 不肯教诲, 把松乐的学规都改坏了, 所以生徒全部误学, 用着他啊, 好生坏事。 如今, 这那年纪小的秀才官人每来数着学士, 他定的学规, 那每当依着行。 敢有抗拒不服, 撒泼皮, 违犯学规的, 若祭酒来坐着嫩喝, 都不饶, 全家发向烟障地面去, 或冲军, 或冲力, 或做首领官。 今后学规严谨, 若无极之徒, 敢有四千贴眉头贴子, 嘴帮师长的, 许诸人出手, 或绑父将来, 赏大银两个。 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 或出手, 或绑父将来啊, 也一般赏他大银两个。 江纳犯人凌迟了, 销令在监前, 全家超默, 人口千发烟障地面。 钦此, 孔熙鹿看着石碑笑了笑, 并没有发表任何观点, 他随后继续迈步前行。 国子剑内, 众人静止朝奖学堂而去。 途中遇到几个国子剑的学生, 看到孔熙鹿后, 纷纷坐一视礼。 这让孔熙鹿颇为享受, 脸上始终挂着温文尔雅的淡笑。 而国子剑的学子们, 也对孔熙鹿颇为尊敬, 甚至有些崇敬。 这些国子剑的学子, 虽然大多数是普通读书人, 但他们的父母, 有的确实有见识的。 而孔熙鹿身为儒学泰斗, 他们平日里, 也会从长辈嘴里得知, 红五年间, 孔熙鹿代表儒家 丽雅佛道两家的种种传闻。 因此, 孔熙鹿的名气 比起其他著名人物, 也不遑多让。 不多时, 众人抵达正义堂的讲学场所。 已经有没去门口迎接的人 提前站好位置了, 他们或坐在椅子上, 或站在后面。 这些人年龄各异, 入学水准也很不均衡。 当然, 即便他们的学问在高深, 对于孔熙鹿这位成名, 已经的如学泰斗来说, 也是小孩子过家家。 孔熙鹿只是清扫了一圈, 便在讲台前找了张桌案, 坐在桌案后的椅子上, 闭目养神。 半晌过后, 讲学堂里的学生都陆续到齐, 整个大厅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而后孔熙鹿徐徐睁开眼睛, 子鹿曰, 为君代子为正子将西线, 子曰, 避也正名乎。 子鹿曰, 有事哉, 子之于也。 西其正, 子日, 也哉, 有也。 君子于其所不知, 盖缺如也。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是不成, 是不成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 则行罚不重, 行罚不重, 则名无所措手足。 故君子明知必可言也, 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于其言, 无所苟而已矣, 语出论语, 子鹿第十三, 满唐哑然。 非是这段话有什么特别的, 而是只要稍稍对儒学有所了解的人, 都能明白孔熙鹿所讲的东西, 是在指什么? 这已经不是暗指了, 而是公然表态。 这个故事便是说, 子鹿问孔子, 魏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 您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 孔子说, 首先必须正名分, 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 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 名分不正, 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 说话不顺当合理, 事情就办不成, 事情办不成, 礼乐也就不能兴盛。 所以, 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 必须能够说得明白, 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 当把治理国家, 名分这些东西结合眼下大名的时局来看, 孔熙鹿讲学的含义已然不言自明, 寻瞻的眼中闪过了一丝惊喜。 没想到, 孔熙鹿看着是纯如模样的老人, 一开口, 攻击性竟然如此之强。 不愧是赢了红武朝三教论法的人物, 这一次, 江星火可是遇到能治他的人了。 孔熙鹿简短地说了一句后, 便开始提纲窃领地讲述儒学的重点, 以及一些学习的技巧。 一开始底下的学生都听得聚精会神,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渐渐地就有些昏昏欲睡了。 这些人的学问并不算顶尖, 最多也就是个秀才水准, 能考举人的一般不来国子剑。 这里便是说, 在明代繁入国子剑的学生都称作奸生, 而奸生大致分为六类, 集举奸、 供奸、 阴奸、 立奸、 遗生、 俊秀生。 后五个好理解, 供奸就是地方每年给指标选派上来的, 阴奸就是官员到三品后, 朝廷会给予子孙若干敬国子剑读书的名额, 如果品级不够, 死于中建者或首途死结者子孙也可以阴奸, 御奸, 也就是捐钱敬国子剑, 名出口子收得比较严格, 遗生就是藩国的留学生, 其中还有王子王孙之类的, 俊秀生, 名义上民间有俊秀通文者, 也可以进国子剑读书, 实际上是给大佬们走举剑流的口子, 为什么说一般能考举人的不来国子剑, 就是因为举人进京参加会试不中, 从而进入国子剑读书的学生就是举剑, 但国子剑这种地方, 近来容易出去难而且迫失太多, 一般没人愿意来, 而这些人他们今天来这儿, 纯粹是抱着蹭课的态度, 看看孔熙路是怎么授课的, 毕竟能聆听这么一位德高望重的 儒学泰斗授课的机会, 可是难得的机会, 以后也能在吹嘘的时候 给自己脸上贴金, 可惜即便是这样的学习氛围, 没能持续多久, 就被一阵骚乱声打破, 一行二三十号人浩浩荡荡地闯了进来, 飞鱼服, 绣春刀, 没人敢说话, 孔熙路的眉头微皱, 明知故问道, 阁下何人, 为何擅闯讲学堂, 带头的毁容了半边脸的男子并未回答, 反倒冷冰冰地吐出一句, 你就是孔熙路吗? 孔熙路挑了挑眉毛, 但笑道, 正是在下, 请问阁下高姓大名, 如此贸然闯入此地, 打扰讲学, 紧一位父亲户曹松, PS, 今天身体不舒服, 兄们投鱼耳鸣, 明天再争取多码点。